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n的阶层除以m的阶层n-m的阶层 加上n的阶层除以m-1的阶层n-m加1的阶层 现在这两个式子我们要处理的话 很想通分一下对吧 因为它们的分母中有大量的东西是相同的 通分的时候我们的原则是取分母中因是较大的那一项吧 那咱们现在看一下 m的阶层m-1的阶层 通分以后留谁应该是 m的阶层吧 好 那么这个时候上面这边 然后还剩n-m的阶层n-m加1的阶层 通分以后应该留的是n-m加1的阶层对吧 好 要留这两个东西了 那么现在这边呢 多乘了一个n-m加1 好 n的阶层乘以n-m加1 这边多成立一个m n的阶层乘以m 好 再整理 m的阶层上头是n-m加1的阶层 提出n的阶层以后 这边要是n-m加1再加m 对吧 就是n的阶层乘以n加1 所以上面变成了n加1的阶层 这是m的阶层n-m加1的阶层 也就是cn加1m 所以这个东西如果要想证明的话 用阶层的形式直接往下捋 那么从复杂这边往简单这边写 直接就可以写出来了 这道题的证明并不复杂 那么这个东西呢 我们要去记的话 实际上通过扬灰三角的方式 可以比较好地去记 但是如果想记的话呢 我们想真正去理解 它有什么样的很实际的背景含义呢 它的背后蕴藏着一个故事 那么这就是排列组合的特点 就是经常是我们证明道题 哎呀怎么证呢 明思苦想后来想这样吧 我讲一个故事 讲完了以后 这个故事讲完了 这个东西正完了 这个故事的前提呢 比如说有一个背景 比如说这个邓阳老师 邓阳老师比如说这个 有一天他骑电动车 出车祸了 我就特别善良 我特别善良 我就这个 你看邓阳老师 我就没说李锐对吧 哎 他跟李锐撞上了 然后呢 比如说啊 俩人躺医院里头 儿童医院 小冰床 特别 邓阳李锐躺着啊 咱们现在呢 班上呢 这个为了表示 对他们的关怀和慰问啊 然后呢 这个组织一些同学啊 去看望他们 那么在这种情况下啊 咱们首先交代一下背景 那么全班有N个同学 好 所以全班有多少个人 我 我 哎 多少个 还是特 太不给面了 太顽皮啊 好 全班有N个同学 加上老师 N加一个人 连我在内 虽然我不是那么情愿的 但是呢 爱于面子 我也应该去看望一下 是不是啊 好 N加一个同学 但是呢 医院规定了 说我们这地方啊 病房太小 你呼啦一笑的 来五万多人 集体鞠躬啊 三鞠躬 我们藤不下这地方 说咱们呢 只能去M个人 比如说咱们 咱们只能去M个人 太平间 不是太平间 那个病房里头 没那么大地方啊 N加 N的同学 一个老师里头 只能去M个人 有多少种选法呢 C N加1 M 没问题吧 但是 此时此刻 我的内心做着非常激烈的挣扎 好 我在想 对于我来讲 跟谁去都不重要 结果只有两种 我去和我不去 对不对 就两种情况 我去或者我不去 好 那么首先呢 有一种可能 说我跟他们关系特别好 哎 他们受伤了 我就带一包盐 我打算去撒一撒 哈 我跟他们关系特别好 我一定要去 好 在这种情况下 那么 另外的N个同学里头 还有多少个名额 M-1 M-1 对不对 N个人里还能去M-1 所以在这种情况下 我自己先占了一个名额 这是我去的情形 哈 好 那么如果我要是不去呢 是不是啊 我心里恨得慌 是吧 你们俩骑电动车 没叫上我 你看 让你们美 好 我就不去看你们 还剩N个同学里头 出M个人去吧 CNM 所以这种情况 是我不去的情形 好 一共就这两种情形 加在一起 当然就是 总情形数了 对不对 所以这个方法 我觉得 这样一个故事讲完了 大家 这个公式都能记住 对吧 包括这个 邓阳老师的 这个非常悲惨的境遇 我跟邓阳打电话 我说 我要这么讲 邓阳听完了以后 是这么回复的 去你的吧 去还是不去 是吧 我会做的 总 总方法数 那么某一个人 去和不去的总情形 用两种方法数出来 最后应该一样 对吧 所以CN加EM 等于CNM 加上CNM-E 好 它的故事背景叫做 总数等于我不去的 加上我去的 所以在排列组合里头 往往有这么一个方法 就是一个东西 你可以找一个 非常好的方式 然后讲出一个故事来 给它按一个背景 然后这件事情 就完成了 那么 比如说 还可以想这么一件事情 这么一个式子吧 M乘以CNM M乘以CNM 可以等于什么呢 N乘以CN M-E 像吗 M乘以CNM 等于N乘以CNM-E 这个式子 有背景了 这式子 有背景了 M乘以CNM 首先理解一下 什么叫CNM呢 N个不同的人里头 选了一个吧 N个不同的人里 选出了M个 对吧 好 然后接下来 又成了一个M 什么意思呢 从这M个里头 再选一个的意思吧 可以这么理解吧 这是CM-E 对不对 好 所以什么意思呢 咱们给安查一个背景 比如说 从全班N个同学里头 选出M个 去看望邓阳老师 然后呢 你们一起出去 我不放心 这时候我得指定一个人 说你们在里头 选出一个人 当做队长 叫做邓阳老师 探望慰问队队长 好 有多少种选法 CM一种选法吧 第二行 等号右标什么意思 N可以看成什么 CN1是什么意思 全班这么多同学里头 咱们先选出一个人 当队长吧 再选 M-1个 不好意思 这应该是-1 N-1个人里头 再选M-1个 当队员就可以了吧 实际上就这么一个意思 CM1乘以CNM 等于CN1乘以CN-1 M-1 就是这样的故事 所以这种方法 是排列组合里 比较有意思的一个现象 那么如果你们要是愿意的话 将来证明排列组合题 别人 写五行 特别繁琐 你们就可以零机一动 编译故事 然后写一个800字的小说 论 为什么等式的左边 等于等式的右边 然后写一篇小说 在三年前一个 什么寒风交涩的秋天 然后当这个树叶 已经落下的时候 怎么怎么样 然后写一篇 正名题 见后面一篇作文 在这下面又正名题 见后面一篇作文 这也是一个挺好的方法 好 咱们再看 来 在组合数里头呢 在组合数里头 还有一些其他的性质 我们可以大致了解一下 比如说 我们横着看这一行 组合数有一个特点 它的大小变化趋势 一定是怎么样的 它的大小变化趋势 一定是怎么样的 越往中间应该 越大对吧 越往两边 越小 所以呢 呈现这样一个规律 从小到大 再到小 对不对 好 从小到大 再到小 所以在这里头呢 大概可以知道一下 比如说啊 咱们出了一个数 叫做 C19 M 说这是 所有C19里最大 C19几里最大的 说明这个M 应该是多少 C19几 是最大的一个组合数 那么M应该有多少 9或者10都可以 对吧 如果基数的话 应该有两个 对吧 C199等于C1910 好 如果C100几呢 这个就一定是50 对吧 后面啊 将来大家做题多了 会有预见这样的题 那么问你什么时候 它是中间最大的那一项 好 还有什么特点呢 咱们再做这么一件事情 现在看一下啊 第一行只有一个数 这个数就是1 没问题 第二行有两个数 这两个数的合适 2 第三行三个数的合适 第四行四个数的合适 8 16 12 10 32 这是真的 2的N减1次方 实际上呢 因为我们每行 第一行对的是C0几 对吧 所以你要这么说的话 这应该这么写 CN0加上CN1 一直加到CNN等于2的N次方 CN0加CN1 一直加到CNN等于2的N次方 它实际上反映的就是非常浅显的一个道理 大家在第一讲学集合的时候 有这么一个结论 知道吗 如果一个N元集合 有多少个子集呢 2的N次方 学过这个结论吗 当时讲了吗 N元集合有多少个子集 2的N次方个子集吧 对吧 N元集合 比如说这个集合叫做1 2 3 好 有哪些子集 空集 1 2 3 1 2 1 3 2 3 1 2 3 一共8个 对不对 三元集合有8个子集 N元集合有2的N次方个子集 好 什么意思呢 什么是子集 就是说从这N个里头选出多少个 形成一个子集合吧 你可以选多少个 你可以选0个 0元子集有一个 就是谁 空集 你还可以选一个 1元子集有N个吧 你也可以选两 选仨 一直到选N个 就是全集吧 所以这件事情 是不是它本质对应的 就是我们在集合里头 所学的这个结论 N元集合有2的N次方个子集 并且每个N元子集 M元子集就是CNM个 对吧 所以反映的就这么一个背景 当然呢 后面如果学完了奥像师定理 或者你们自己学过的话 用奥像师定理证明 也是一个非常简洁的形式 好 这也是它的一个小性质 只不过课本上 对于这些性质 没有要求我们掌握 但是考试偶尔还会用 好 还有一个呢 是这样的 我们一起来看一下 比如说咱们在这里头挑一行 已经画得好花哨了 咱们在这里头挑出一行来 这一行的 注意 从前说这第一个第二个第三个 第四第五第六 一共六个数吧 第一三五个数 核是多少 第一三五个数 核是 十六 同学觉得是废话 因为第二四六个数 也是这三个数 对吧 但是你看上一行 一共有五个数 第一三五个数 核是多少 这个你觉得稍微有点意思了吧 好 你再看这一行 第一三个数的核是多少 二 好 下面呢 一六十五 二十 十五 六一 这个数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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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数多少 三十 感觉 你看如果说这个 CN几 N是基数 这也非常好说 因为你CN几的这边 跟那边倒回来的 正好是相等的数 一定是一样的 对吧 但当那是偶数的时候 它也满足这个特点 所以呢 在这儿可以有一个 很不严谨的式子 可以这么写 说所有CN 基数的核 Sigma表示求核 对吧 等于所有CN 偶数的核 Sigma表示求核 不管N是几 都是二的N减一次方 哎 他们俩各占一半 都是二的N减一次方 换句话来说 你甭管咱们班 现在多少个人 我从里面任意选出 基数个人的方法数 就等于任意选出 偶数个人的方法数 CN基的核 等于CNO的核 有没有办法想通 给这条时间 先思考一下 有没有办法解释得通 我们现在 现在唯一能确定的事情 就是这样的 就是CN基和CNO的意思 就是咱们班同学里头 这么多人 然后从中间呢 选出了基数个同学 这个基数呢 也可能是1 3 5 或者13 或者19 总之选出基数个人的方法数 那还有选出偶数个人方法 最后数可能是0 有可能是0啊 也有可能是4 或者是12 或者是20 如果咱们班有这么多人的话 好 那么不管有多少个人 选出基数个人的方法数 选出偶数个人方法数一样 好 现在全班有N个同学 那么在这里选的时候 就会想了 说有可能选出基数个同学 也有可能选出偶数个同学 对吧 我随便画了这么一圈 然后比如说这两六的人 形成一小组 有可能是基数个 也有可能是偶数个 对吧 好 接下来想的是另外一件事情 那么对于咱们班某一个很特殊的人来说 比如说我们班有一个班长 我们班有一个班长 这人很特殊 现在就指定这人来说 对于他来讲 又分成两种情形吧 有他或者没有他 对不对 所以这块我们是这么写 说可能有某个特定的人 或者可能没有某个特定的人 能够理解吧 好 下面就是见证奇迹的时刻 这个证明马上就完成了 我们看一下 现在总共情形被分成了四种情况 对吧 如果说你选出了班上有基数个同学 并且有班长 这个方法数一定等于你选出了偶数个同学 并且没有班长方法数 同意吗 如果选出来的基数个人 比如说五个人 其中有班长 好 班长 出去 还剩什么 四个人没班长吧 反过来说 只要我选出偶数个人没班长 班长进去 十个人里面没班长 班长进去 变成什么 十一个人有班长吧 所以这两种方法数一定是一样的 脑子快 同学发现这题已经证完了 因为另一半 也是一样的 CNO数个里面有班长 就等于CNG数个里面无班长 对吧 好 加起来是一样的 他们俩一加 CNG 对吧 他们俩一加 CNO 对不对 他们两个一加 就是CNG 他们两个一加 就是CNO 一定是一样的 别闹了 马上就下课了 以后再打 以后出去围擂台 圈起来 拿戴手套打 好 所以在这里头 我们会发现说 CNG有班长 CNO无班长 CNG无班长 CNO有班长 对应相等 两个东西一拧 这道题 没有任何计算量 证完了 这就是排列组合 非常有魅力的一个地方 什么呢 我们如何去做一种 等价 写错词了 这是符号的符 反正你们也不认识 你们也不知道 我写的是什么 等价 转换 排列组合 我觉得真正的重要的思想 是两个 不在于以前我们学的那些 捆绑法 插控法 隔板法 分多去序 各种各样的法 那些东西都是提炼出来以后 把一个模型已经固化了 你看见这类题 你不用想为什么 你直接套公式 做完了以后 对思维其实没有什么锻炼 真正排列组合 有两个关键的环节 第一 我们前面讲的 你要理清楚 这个问题的步骤 这件事情是怎么发生的 在一个初始状态 到结束状态的过程中 你应该怎么去操作 能够最清晰的 把它每一步想清楚 第二 如何把一个问题 等价转化成另一个问题 把一个复杂问题 转化成一个浅显的模型 或者简化成我们 之前见过的 若干个模型之一 这种转化的思想 等价转化的思想 也是很重要的 所以我觉得这是我们后面的练习中 比较想强调的东西 那么有关组合 我们先讲到这里面 休息十分钟之后 我们做一些练习 好吧 休息一下 刚才做题的两个同学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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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拿 拿 你这么多太弱了 你这么多 当然了 你那么去呢 还能打宝 这就是太弱了 干嘛 你人也吃了 别人还吃了 谢谢 杯子小心点 来咱们在刚才讲完了排列 排列数公式 那么现在呢看两个题 一起来看一下讲义上历五的这三个小题 历五三个小题 安静了坐一下 快点啊 总有同学 已经做出一个题的时候 其他同学还没有找到题在哪 速度差距 在每一个细节上的速度差距 累加起来以后 会在你们整个高中三年 起到很大的影响 和小姐从中一样 有点不错 我还没有听到 有点不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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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 来这边第一同学 C13是多少 120 对的 C13 10乘9乘8 比起来1乘2乘3 120 来下一同学 C86多少 28 8乘7除以2 等于28 C86我们算C82就可以了 在这里头呢既然有对称的这个特点 所以超过一半的时候 肯定都算小那个 8乘7除以2等于28 来 正在这边 解方程解完了吗 RX等于10 这个式子呢 简单说一下 往下顺着写一写就行了 来 安静哈 11倍的CX3 X乘以X-1乘以X-2 底下1乘2乘3 11倍的 这边是24倍的 X加1乘以X 底下是2乘1 那么这个式子两标把X消掉以后 再整理是一个二次函数 二次方程 这个二次方程呢 可以最后整理成这个样子 11倍的X方 减去105倍的X-50 等于0 算来两个解 X等于10 或者是负的11分之5 后面这个肯定是舍掉的 好 所以这要题 最后答案X等于10 好